薄言 你想干什么呀 脱下大人的外头 只想找到你依靠 苏锦恩 跟他离婚 不然的话 如何 解约 和他对接一下解约的事 陆薄言 你会后悔的 以前是内衣女王 现在又是陆太太 什么都才是我自己的 怎么了 陆太太 又在找灵感来是吗 人家 所以 吃费 我不能 打 刹讲 那 我 感谢观看 我不想做你的附属品 你说他这话什么意思 有时候越在乎他 越会适得其反 陆总 你得知道他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 我尊重他的梦想 但同时我在履行 作为丈夫的责任 你真的太过于宠爱苏小姐了 事实都亲力前卫帮他办了 你这样 根本就体现不出 苏小姐的能力跟价值 你在履行丈夫职责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她的工作 还有生活空间 你在暗中保驾护航 我想会更好 你也喜欢这本小说吗 谢谢 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喜欢看网络小说 看这种经典小说的 他不多见了 我就是喜欢网络小说的 就是想看一下经典 拓展一下思路 这么说你是作家罗 还不算是吧 还不算是吧 即便现在不是 将来也是 你也喜欢这本小说 那我让给你吧 女士优先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女孩 在磨难中坚持追求自我 追求自由与尊严的故事 我想 现在的你或许更需要她 请回到康总 请回到康总 康总 郭导约您面谈 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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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 别喝了 起开 走 别喝了 别喝了 姐 我叫你起开 若曦姐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你知道吗 真的有很多人喜欢你的 你离开陆氏 想跟你签约的一大堆 姐 我帮你约他们出来聊一聊好吗 谢谢啊 合作愉快 韩若曦 你回来了 薄言 我有件工作上的事情 想跟你说一下 简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空间 只要是正确的决定 我肯定会支持你的 我 打算去外地工作 两个月 可以 真的吗 不就两个月吗 两个月 两个月 不行 我不同意 那你听我说呀薄言 让他去 不让他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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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总 您这是在干嘛呀 练书说 手术 手术 对了 宇传 如果我离开公司两个月 公司交给你搭理 你行吗 别闹了 陆总 这公司没有你可不行 啊 说得也是啊 那你去忙吧 哦 哦 刚手到哪儿了 管他呢 让他去 不让他去 让他去 不让他去 让他去 让他去 不让他去 我就不让你去 小夕啊 你今天的表演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导演 我还是个新人 我知道我有很多不足 还请您多多指教 回去我一定好好练习 其实呢 表演需要天赋 需要解放天性 这样吧 我来帮你 手给我啊 演员呢 需要释放自己的天性 融入到角色的 瞧你现在 太拘谨了 根本就放不开嘛 来 我再帮帮你 释放啊 方导 请你放尊重点 洛小夕 我告诉你 你现在表演是不占优势的 你是很有可能落选的 不过呢 只有我一句话 这个角色 就是你的 你找错人了 再见 你这个没有知名度的黄毛小丫头 我现在给你机会上位 你是不是不要脸了 放手 我数三十 放手 你还是个小辣椒啊 三 小辣椒 我辣 别离我 托扰我 不要 怎么打死你 我去 你怎么打死你 你怎么打死你 你 你 打死你 你救我 快抓住这个方女人 我竟然打死你 你给我放下 什么情况啊 这个老陆帮他骚扰我 骚扰你 我去打了 你动我这 你干什么呀 小辣椒 行了行了 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了 你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小子 连我都敢打 你要是别走 我报警 报警 你知不知道老子是谁啊 你谁啊 我是你爸 行了 我刚刚打差不多了 情绪不是到这儿了吗 那 收队 小明啊 有人打倒也 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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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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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